这一点聊天也不是什么样子的问题 那我第一个讲诊 那我叫陈宏典 然后我跟软车到底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 其实从大学的时候 从大学的时候就有参加一个团队 叫太阳冷车的团队 所以说我们从那时候开始就在接触 现在比较混我们一些电动车的相关的一些技术 那从那时候其实电动车一定不是只是电动车 因为如果是单纯的车子来说 大概就是持有的车子 它不需要有什么样子的软体控制 那电动车来说的话 其实跟电影关系必须要透过一些软体控制 才可以知道说 它现在的电量是多少之类之类等等 所以我们就从那时候我刚接触 就是软软整合这一块的一个远远开始 然后再来就是中间会介绍一段 就是我开始创业这段时间 然后加入跟ORUS这段时间 这半年来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在FROUS这半年来里面 我其实也有我们那时候做了一个project 叫Goodnight的一个project 那它也是一个软一整盘的一个project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执行的一个project 叫X-Beacon OKX-Beacon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首先大家可能会想到说 诶什么是它的车 那大家有看过它的车吗 订过 看过 有吗 那它就是长这样子 就是两台很便的车子 那我大概就是在我以前大学的时候 就是所参与的一个制作的一个团队 那我们那时候我想说 为什么会结束到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因为那时候有在做探能车这样子的一个教授 它从它来到我们那间学校的任职 然后那时候刚好大二人 然后我想说 诶 那个做探能车这个教授来我们学校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它聊一下说 那它到底来我们学校干嘛 是不是有在开发新的车子啊 然后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可不可以从里面学校一些东西 好 那我们就过去探能车会讲授 然后他告诉我们说 他在 他在这几年要全力的去发展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然后他需要忍受 他需要一些学生来做一些事情 然后他的目的就是在那几点 因为能源的关系 能源的关系 就是新能源的一个 一个 大家现在的认识就是还没有那么多 所以说他想要透过这样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project来让大家认识 什么是太阳能 然后太阳能是可以把它 做成车子 然后再来就是去参加一些国际型的比赛 然后去推广像这样子的东西 好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坐了几台车子 大概从 在我大学那边 大概总共坐了 大概两台 大概就是这两台 好 然后这里面的一些关键技术 大概就是从所谓的碳能板开始 碳能板是一个关键技术 然后再来就是车子的一个外形 因为跟碳能车跟一般车子不一样的是 它的要非常的轻 然后它风值要很小 因为它是一台 可能总重量不到200公斤的一个车子 然后它里面的另外 有些关键技术是在于所谓的电控系统的部分 跟马达的一个效率的部分 因为它是持电的 持TAC的电 所以说它对于每一个耗电量都要紧紧地计较 都要去计算过 OK 那像有一些关键技术是我们那时候当学生是没办法去制作 但是我们那时候有办法有的力做是哪一块 就是在所谓的监控系统麦块 就是说一些关键技术可能是我们透过一些管道去拿到效率比较高的一个装置 但是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就是在所谓的监控系统 那监控系统 OK 大家会介绍 然后我们坐这台车最主要就是想要去参加一个 每两年就举办一次的一个澳洲的一个国际系的一个碳冷车大赛 大概每两年就举办一次 那从05年开始我就去参加像这样的一个比赛 那它是从哪里跑哪里 它是从澳洲的北部跑到澳洲的南部 它从达尔文跑到阿德雷的重厂 大概是3,021公里 3,021公里 那每一次参加这个比赛 大概的一个国籍大概就是超过20个国家 然后大概在50队 大概约50队左右的一个参赛的一个团队在里面做这样子的一个比赛 那它其实比赛的规设是这样子 就是在每天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 这段时间内大家的车子可以在路上跑 在路上跑 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大概就是休息重点 然后隔天也是一样可以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 那比赛 比赛谁最快从达尔文开始开到阿德雷的 然后 然后它有规定嘛 那就是铺设它们把面积要一样 电池容量要差不多 然后接下来就是看 谁能够去计算未来的天气 会是怎么样 去做一个策略上的调整 再来就是用的材料用的东西清不清 省不省电这些事情 所以比赛谁最快从 然后我们开到阿德雷的 就是 然后这样子的3,061公里 然后刚刚提到 有一些东西是要 因为我们学生能做大概就是 定控系统那一块 所以我刚刚大概就提了几个例子 第一个就是从 从太阳能板的 从太阳能板接收太阳能的电开始 大概就是从 大概就是图一 图一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其实太阳在 在东面升起西边落下 然后最 应该说最热的时候 发电量最大的时候 大概就是中午的那段时间 所以中午那段时间 是发电量最好的时候 然后这是图一 所以说我们要去计算 要考虑到说 在下午在开车的时候 跟早上在开车的时候 这一段可能 比较没有太阳的部分 可能要从电池去吃电 然后第二个部分 图二大概就是 所谓的马达 耗电量的一个曲线 就是它跟它的速度是有关系 而且它是一个三次方的关系 然后第三个部分 大概就是电池的部分 以目前电动车来说的话 我们要怎么去估计它电池的电量 大概就是从 你原本电量有多少 然后去透过说 你马来机消耗多少 再来就是你进来 从这样进来多少 我们做的那一块电控系统 最主要就是在侦测这一块 我们最后会去预估一个 就是所谓的 电池的一个电量 那其实目前 大家可以看到一个 最有名的一个电动车 Tesla 它也是以相同的概念 去计算 所谓的马达的一个耗电量 然后去推估 推估电池 目前还有多少电 对 那个很重要 为什么很重要 是因为 因为目前来说 其实我们开销去加油 所以说 油就等于是钱 OK 以电动车来说的话 多少的电就等于是多少的钱 所以说 它是以 如果你用到光了以后 你要去加多少电回来 那要去算得很精准 因为你要为了那些电来付钱 那没有办法去做量 就是没有办法像说 那一油就真的拿来称重 有多重就多少钱 店里没办法对它做称重 你只能对它做很精准的量称 因为你电就是等于钱 以电动车来说的话 OK 那 再来就是 这是我们大概比赛的 在澳洲比赛的一个情景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越后面的车子 这是2013年比赛的 2013年那个别队 就是日本队的一个车子 目前来说 设计上大概就是 以四个轮子为主 然后还是一样 外形还是一样 以非常扁的造型 因为风阻最小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以台湾的路牌来说 其实很难超过三位数 就是 你看到 Alice Spring 1221公里 所以你看到 其实你离中间的那一个点 还有1000多分 就觉得 哇 这到底要开多久 大概就是一整天都在开车 这样子 好 然后这是我们2007年的时候 阿波罗五代 去澳洲比赛的一个情况 那这是我们目前在一个 试车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照片跟大家分享 然后 再来就是我们到终点 到终点 它是一个城市 对 它是一个城市 就是从城市到荒漠 然后再到城市 像这样子的一个情景 我们2007年的一个情景 好 然后我就 播一段影片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们2007年的时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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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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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滾圈來遍 沒有車的 其實 災難不及了 就以前的那個 對 大學大 還在 就是頭頭小子的時候 不好意思 我們來一次就是 遇不所 我不以為天氣很好 其實隔天就是 沒什麼態度 對 那像這樣就會影響到 我們之後的一個賽事 我們要先從 軍英明的 海洋路面 然後運程很厚 運動創造就是 我們自然的那個 大概有一個 還有一個 一個小事處 前面的大一位 人色的泰陽門 最最清楚的就是大使了 只要一份內境 就是我們的小事 都能出來 直到這一群戰 機會讓我們學生 證明了台灣的泰陽門 自立 正在影響 改上世界對國 各位團員也說 再次多久的進行 暫住 記得陳述 詞明特長 還會拜拜 那就是07年那時候 然後到13年之後 我也有去澳洲比賽 然後這次設計的車子 就比較屬於一個 比較獨式型的一個車子 那它大概就是像 像一個 一般的一個 房車的那種設計的概念 那相對比賽的主連派一樣 不像剛剛是一個競速型的 那這次的一個比賽過程 大概就是以 你用泡了多少電 然後得到多少積分 下去一個 做一個比賽的一個 一個 一個名次的一個判別 OK 然後這是在 在澳洲比文 然後在高雄路跑的 一個 一張照片 好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信物太友來訪問 就是一看的車 那這篇報道是真的 就是確定裡面內容沒有作假 對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前邁進了一大步 高雄運用科技大學 研發的第七代太陽獨車 拿到了第一張車牌 來掛牌上路 能夠在台灣的道路上怕發燥 而市場的這台車 不但是已經前往了 總統府參加的升級年齡 也到了澳洲比賽 奔駛了三千多公里 而下一步 改善車盒的安全設施之後 希望能量產 一輛要滿80百人 這輛太陽能電動車 外型強烈 由高雄運用科技大學研發 目前已經是第七代 和其他的太陽能車 最大火候 或是這輛車率先 拿到了車牌 是台灣第一輛 掛牌上路的太陽能電動車 拿到了四千的車牌 也繳了三個月 你寄了那個四千車牌的 牌照片 所以我們呢 為了讓它 它有效運用 我會直接利用這個三個月 在台灣爬爬照 哇 還等於是可以在台灣的道路上爬爬照 事實上 今年元旦 這輛太陽能車 已經北上參加了總統府的升級典禮 不但南北走透透 它還遠度重陽 它澳洲參加比賽 奔駛了三千多公里 這輛太陽能車開起來就不知什麼感覺 記得就要實地來體驗看看 這輛太陽能車 這輛太陽能車開起來 就是跟我們實際開設的一模一樣 而多人裡面的噪音非常小 掛牌的太陽能車 車長有3.7公尺 環1.6公尺 直到1.2公尺 碳纖維打造低公主的流線設計 時速最高可以飆到100公里 電池的續航力長達6個小時 不再拚速度了 我們希望能夠打架 能夠真正能夠過來上路 掛牌之後 比太陽能電動車量產又往前跨了一大步 下方規劃 下一步將是針對車殼和安全設施 再做改善 未來度過量產 售價是一輛80萬元 第九龍說的王家慶 告示報導 大家應該對他們應該有一定的了解 其實是我們以前在大選的時候 一直到現在 從2014年到2013年去比賽的一個成績 紅色部分 我勸起來這一塊 大概就是 那時候因為在浮兵也沒有跟到 所以說其他大概都有參與到這樣的一個賽事 所以說對於 軟體者的這一塊 其實用在電動車上 其實是有一定的一個經驗在這裡 OK 然後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我們在 在我研究所畢業以後 然後在 就是 國安兵役 然後工作一塊兩年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 跟一群朋友想說 是不是要出來多做一些事情 我們就想說 是不是要出來 創業 其實創業這件事情 然後 後來我們就想說 我們有一些想法 我們是不是要開始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想說 那時候 Jenmy很紅 所以我們也是看他的文章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有沒有辦法 就是 有沒有機會就是 啊 投個 投個project 給他讓他面試看 有沒有機會進來 Apple's這個創業團隊 好 那其實這就是我們那一屆 大概從去年年出到年中的這一屆 OK 那其實這個slogan下的還OK 因為你看新創業場 有錢有愛有生活 但是其他有一個有錯了 其實是新創業場其實是沒有錢的 但是是有愛有生活 所以說這個創業團隊是這樣子 其實就是 大家不要以為 後面的人都有 後面的人都過得很好 其實沒有 大家其實過得很辛苦 就是它是那個 有點下錯定義 對 然後啊 但是在那個 在那個氛圍裡面啊 我們都可以知道就是說 其實 其實不是只有你一人在創業 其實很多人都跟著你一屆創業 然後 然後大家的專業都不一樣 所以說其實從那一段時間內 其實 大概一個禮拜 他們安排兩天的課程 然後 教導人說 就是會請一些那個網路圈的人來演講 就是有關於 無論是 無論是利息的部分啊 投資的部分 或者是說市場性的部分 他們都會有一定的 一定的一個 防助 所以說其實 我覺得在那段時間內 在半年裡面其實從 無論是市場或專業裡面 都學到還蠻多東西的 然後 在那半年裡面其實大家最期待 就是一個 DEMO類 像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最後的一個DEMO的一天嘛 然後 大概就是在 所謂就是 在台大會議中心裡面 然後舉辦了一個像這樣子的活動 然後 他會邀請了就是 網路圈的一些前輩 還有一些朋友們 然後來 大家來聽一下大家的Idea 是 就讓每一個團隊都去解報他的Idea 然後 事後如果有沒有機會 再繼續的往前 就是 往後再更進一步的討論 那時候我們就是在DEMO Day那天的一個情況 OK 然後我們在DEMO Day 應該說我們在那半年裡面做哪些東西 我在那半年裡面就是我們有一個project 叫做Good Night的一個project OK Good Night的一個project 那裡面在做什麼 其實 那時候我們要做其實就是跟一個 軟體成本有關係的一個project 那 應該說 做每一個project之前都要想說 我們到底要解決哪些事情 好 那時候我們想要解決的事情是 小朋友睡不好的一些事情 小朋友新生活 可能在六個月到十二個月這段時間內 大概就是 不到三歲這段時間內可能 可能常常會晚上會睡不好 就是可能沒辦法睡過夜 那時候是期間 OK 然後我們想說我們想解決這樣的問題 但是有沒有什麼 透過什麼比較科技的方式 可以解決像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那時候我們想說 我們那時候去審慰一下 小朋友睡不好的原因 大概就是幾個 第一個 讓他睡不好 第二個大概就是 尿不適了 讓他睡不好 第三個大概就是 他肚子餓讓他睡不好 OK 他肚子會起來腳 但是我們 這三個機會 這三個比例應該是說 我們去分析過大概就是 這三個比例最高 但是我們能用 Sensor做到的事情 就是只有兩個 就是我們能夠知道說 他現在環境舒不舒服 他尿過什麼事 但是對於他肚子餓 我們沒辦法知道 所以我們已經解決 三個裡面的兩個問題了 OK 所以我們就想說 用這樣子的方式 能不能 能不能來幫助 就是父母親知道這些狀況 OK 所以我們裡面放了三個Sensor 一個是穩度Sensor 濕度Sensor 還有所謂的Motion Detection 這樣子的Sensor 就是在判斷說 他如果睡不好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一直反省 一直動 甚至起來 就是如果他睡得好 就會一動也不動 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可以我們分析了一下 就是說 這個部分 我們在市場分析的時候 我們就想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裝置 比較軟一枕的裝置 是不是從美國那邊開始 會比較好 因為我們想說 一些新潮的東西 其實美國人接受的程度 都會比較高 所以我們想說 我就去分析了一下 美國的一個市場 大概就是 最近手機比例 大概佔了56% 然後每一年的出生率 下增出生率 大概佔200萬左右 OK 然後現在健康的消耗市場 在美國大概1666 Billion左右到2017年 那我們去分析了說 為什麼 這件事情 在最近幾年 有可能成真 是因為 感測器的價格 跟體積都相對便宜 然後再來就是 無線技術的一個眼鏡 那後面這個 這個 KPCB的這個報告 是美國一個網路女王 好像網路女王 的一個 的一個 叫Merry Meeker 做的一個報告 她說 2014年將會是 穿戴式裝置的一個原因 所以總論是 手環、腳環、眼鏡、手錶之類 大概就是從2014年開始 因為有了這些 這些條件的一個幫助 所以說大概在2014年 會是在穿戴式的一個 會普及的一年 OK 好 那時候就用一張漫畫 來跟大家介紹說 我們那時候要怎麼用 我們那時候開發一個裝置 像青蛙貼片這個裝置 因為我們 技術方面 是用藍牙4.0的一個chip 所以說它其實非常省電 一個chip 大家可以用個 大概用個連續使用 大概兩個月沒有什麼問題 OK 然後裡面就有那些sensor 然後 在晚上睡覺的時候 你只要把這個東西 貼在它尿部的外面 外面 對不是裡面是外面 然後它就會針對 它附近外面的溫度 以及它尿部 如果有尿尿了 就會有一個透氣的一個透氣孔 就會從那邊跑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針對它尿部的濕度 然後再來就是它翻身的一個情況 就是G-Sensor在裡面 然後去紀錄一個整個晚上 然後像這樣子一個紀錄 大概紀錄個一個禮拜吧 大家就可以分析說 小朋友晚上睡覺的情況大概是什麼樣子 然後會因為什麼樣子的一個 一個環境的變化 或者是一個什麼樣子的變化 讓他可能會 會開始一直把生活 甚至是洗來哭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好 那時候我們也做了Goal Time 然後也找了一些朋友做測試 但是那些朋友告訴我們說 應該說我們找一些朋友做測試 然後那些測試算是能夠有幫助到他們 去解決小孩子睡不好的一個問題 但是他告訴我們 已經睡得好的小孩子 譬如說我小朋友睡不好 但是我用你們的東西 然後我知道他大概為什麼原因睡不好 可能是因為天氣太濃或太熱 讓他睡不好 好但是我去調整 他現在都睡得好了 我就不用你們的東西了 也就是說我們這些東西 沒辦法再繼續讓他們被持續的使用 這對我們來說是開發產品的一種傷害 所以我們那時候想說 OK我們是不是要換一種方式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東西 是可以讓大家持續性的擁有 跟持續性的使用 然後我們就從一些測試的朋友的身上 他告訴我們說 他小朋友常常出去之後就發燒回來 就一直發燒 然後不知道什麼原因 所以他告訴我們說 有沒有一個東西可以一直幫他做體溫量測 OK這一點 我們就聽到他們的心聲 然後我們就把這些東西改了一個方式 OK 以傳統的方式來說的話 你要做體溫量測 你是不是要定期的起來幫小朋友去量體溫 尤其是在晚上就是睡覺的時候 很可能 半夜兩點 你整兩點 你整四點 然後去一直去記錄他到底有沒有發燒 然後起來幫他量測 好那以現在來說 以現在父親來說 基本上都是要上版 上版組 肯定都要上版 好那我們就想說 我們把我們的一個 device 變成一個方式 OK 變成一個傳載式裝置 變成說放在手上放在腳上 然後去量成他皮表的溫度 我們去檢測出他的一個皮表的溫度 是往上升的曲線 還是往下降的曲線 來判斷說 他現在是溫度是一直往上 還是往下 我們來去做一個 如果我們來去做一個判斷 如果他還是一直往上 就會有一個手機的落的功能出來 OK 那時候我們的想法 我們已經就是往這一塊方向走 那這是我們在硬體在生產的過程 因為我們硬體也是自己開發的 所以大概就是像這樣的一個過程 然後我們自己本身有寫app的功能師 所以說我們就找了一個像 比較像類似像表情的一個模 然後我們把我們的 device放在裡面 然後寫了一個app 就像這樣這個app 然後就可以讓小朋友去傳代 然後我們看到這個畫面 左邊就是一個溫度的一個標示 然後它有歷史紀錄的一個功能 然後 然後我們做到這裡 其實我們那時候 我們做到這裡的時候 其實就是 我發現其實跟我們看到一本書 它的內容 非常像 其實就是 Linstar 它的中文就是叫精實創業 我跟他舉一些例子 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叫精實創業 我想說就是 透過我們剛才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說 我們過去認為要開發一套完整的 要開發一個產品 都需要一個完整的商量計畫 但是以目前來說 其實變化神太快了 就是 你可能如果以穿淡式裝備來說的話 那時候我們為什麼 以剛剛那個例子 好了 以顧帶這個例子 其實裡面我們剛剛提到三個 sensor 有 G sensor 溫度 sensor 濕度 sensor 但是以目前 大家常看到的一些運動手環 運動腳 它裡面有一個 sensor 叫G sensor OK 要做到這件事情 其實不難 我們也可以做得到 但是你知道現在 產品變化真的太快 所以說如果你已經 如果你為了開發那個手環 然後你把一個產生計畫書都寫完 這可能花了你兩三個月的時間 人家已經把那些東西 產品已經退出來了 所以說要 就是 像精實創業 我就先做Protype 我就先去測試 然後有什麼問題再馬上改 OK 那它的概念就是這樣子 做出一個最小可行性的商品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一開始做了一個 放散量戶外面的一個 device 那就是一個最小可行性的商品 我們就下去測試 然後 再來就是換成 換成像 手環這樣去量測溫度的 我們也是一樣 找了一個殼 然後做一個Protype 然後就直接下去 就撒下去做測試 然後只要使用者覺得 這是OK的 我們就覺得我們做的方向是對的 然後裡面有一個提到就是Pivot 那Pivot震動就是 一旦確認做出來的東西 不是大家所需要 就應該立刻的修改方向 那我們就看看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從 放在尿布外面的這個 device 直到手環的這個 device 其實就是 就是呼應的這一點 就是我們Pivot了 因為我們發現 那東西不是使用者想要的東西 那使用者更想要的東西 那使用者更想要的東西 其實是一個可以量測溫度 持續量測溫度的一個 一個相在位的東西 OK 所以說 緊實創業 緊實創業 大家就是整理了幾樣 大概就是 大家會以為緊實創業 是在節省開支器 不是它是在節省開發的一個速度 OK 然後 緊實創業 只是用網路創業嗎 其實不是 因為我們在做的 就是一個軟體整合的一個 一個 一個 就是我們做硬體 我們做軟體 所以其實硬體的部分 其實也可以來用 也可以使用來 所謂緊實創業 這塊的部分 OK 然後它也不是只有大公司 小公司也可以做雙頁 對 就也可以用來 精實雙頁這一套 OK 然後 第三個部分 我想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 XBeacon的部分 那 什麼是XBeacon 那我想說 對 等一下可以 大家在交流的時候 我們可以demo給大家看 就是XBeacon的部分 那以理論上來說的話 XBeacon 它是由 蘋果公司所推出的一個 iBeacon的一個協定 但是蘋果公司 它在 應該說這個技術 是在去年 WWDC 就是全球開發子大會的時候 被蘋果公司 所推廣出來的 那它是一個 它就把它取名 叫做iBeacon OK 但是蘋果公司 它自己不生產硬體 它不生產硬體 它只有把這個協定制定出來 那由我們 像在我們的硬體製造商 用一些藍牙的晶片 把像這樣的一個協定 實現出來 就叫做iBeacon 那它最簡單的用法 就是說 我可以讓手機 很容易的知道 我跟這個硬體的距離 距離 就距離這個部分 我可以很容易的知道 我跟這個東西的距離 OK 那知道距離可以來做什麼 知道距離可以來做什麼 然後 然後 技術方面來說 它其實就是一個藍牙的裝置 它是低功率的裝置 所以它非常的省電 OK 它非常的省電 一個電池可以用好幾個月 甚至長達一年 就看它的一個發射的頻率 OK 然後 iPhone支援 iPhone4S以上的支援 Android 4.3以上的支援 OK 那它分了幾個方向 就是 這是蘋果iBeacon的一個商標 那 它分了幾個方向 就是 在0.5米以內 它把它叫做是最近的一個狀態 然後 0.5米到2米 就是你的手機 0.5米到2米 它會是一個中間距離 就是你而近 然後 2米到30米大概就是一個圓 這東西可以拿來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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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是我們的一個product 你還會測試給大家看 這東西在蘋果的 美國蘋果商店已經被拿來 用在所有的 就是做 你在經過蘋果商店的時候 它就丟給你一個推波 它就跟你講 你已經進來這裡了 然後 你現在有什麼樣子的一個product 想要賣 就是想要給你看什麼樣的資訊 多的資訊都可以從你的手機上面 pop出來 就是給你看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 你在外面來說的話 它就是以GPS定位為主 但是在室內因為GPS收不到的信號 所以可以用像Beacon這樣的裝置 來做所謂的 無論是商品的推波 或者是室內定位 那你商品推波來說的話 梅西百貨在加州的一些商品 它已經先使用了 它在門口放一個Beacon 它在一些桌櫃的地方放一個Beacon 你經過門口的時候 你有下載它的APP OK 你得到一個推波 它告訴你說 我今天整個百貨裡面 大概有哪些東西是特價的 特賣的 然後你經過每一個專櫃的商 告訴你說我今天哪一個東西在特賣 它是什麼樣子的資訊 就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 對 然後再來就是所謂定位功能 OK 美國棒球場其實已經不止一個 他們全部 應該說 好多個棒球場都已經開始在建置 像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 你拿到一張票以後 它要利用手機引導你去那個位置 OK 大概就是一個以定位的功能為主 那定位功能為主大概需要幾個部分 第一個 圖資 你要先把那個商品的圖資畫出來 第二個去建置Beacon 就去把Beacon放在你要放的位置 第三個 把圖資跟Beacon放的位置給結合起來 這樣子以後 你就很容易的可以知道你在哪個位置 因為剛剛有提到 Beacon跟手機的作用就是 你讓手機很容易的知道你跟Beacon的距離 OK 所以你用透過這樣的方式 你就可以來做一個定位的功能 那它不只用在室內 室外你放在一個廣告 只要在半徑範圍內 收得到的東西都 收得到的 訊號的一個地方都可以使用 尤其在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 行動支付PayPal已經有在用了 它讓你走到櫃台前面的時候 透過Beacon 換行你手機的APP 然後在網路做支付 因為PayPal原本都是在網路做支付 它只是多加了一個 Beacon的功能 讓你直接去喚醒那個APP 你不用再打開滑開 去找那個APP 再給你再支付不用 它讓Beacon 換行你的APP 剛才我提到 可以跟Beacon做互動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自己開發 但是對於有些店家來說 其實就是 譬如說你是一個三間連鎖店 三間漢堡連鎖店 你需要自己去開發一個APP 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你開發一個APP 有人會用 有人會去打落嗎 OK 好 以Apple來說 他就幫你把這個 所謂的優惠圈票券 跟Beacon整合起來 也就是說 你在發行 像這樣子的一張優惠圈的時候 這是我們在南港展開館 那一次的一個展覽裡面 我們有做了一張票券 那這個票券其實裡面 我們在製作的時候 已經把Beacon的ID 已經先藏在裡面了 所以說 只要我放了Beacon 那一顆ID的Beacon 比如說我放在這個空間 好了 大家從外面走進來 只要收到這個訊號 這張卡片就會在你 就會出現在你的螢幕 這個Lust Screen 最前面這裡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Passport裡面 有十張 二十張三張卡片 你不用自己去打開APP 自己去選哪一張了 他自己就會出現在 你最前面的那一張 OK 這是一種 卡片應用上的一個體驗 OK 那 因為我們是一體制造團隊 然後我們也選 但是我們 以Passport這個票券 這個發行平台來說的話 我們是跟Passport這個團隊 合作 我們一起來去推銷 這樣的一個東西 最後就是 因為一體我們自己做的嘛 所以說我們可以支援 任何 任何的一種電池的一個size 然後電池的選擇 跟跟他提到 就是跟電量有關係 然後我們選用的藍牙晶片 其實都比電池還小 所以說 這個體積取決於 你電池選用的一個大小 然後電池選用又影響到 你這個東西可以 多久可以換 多久再換一次電池就可以了 OK 以室內定位來說的話 以前啊 以室內定位來說 以前可能 沒有辦法做到 就是可能用Wi-Fi定位 但是Wi-Fi定位 它的缺點 就是第一個它耗電 你要在很多個地方 都建置Wi-Fi的一個點的時候 你需要在每個地方都拉電源線 那你Peacon來說不用 就是 你一顆電池 如果你把它揉大一點 你沒電池放大一點 你直接用黏的就可以了 你不用再請工程人 去拉所有電源線 你就直接拿去開始黏 黏黏黏黏黏黏黏 然後黏黏黏 它就已經建設完成了 也許兩年後一次電池是OK的 這是為什麼Peacon 拿來做室內導航其實還蠻省且又合適 那以上就是我們團隊在做的這些事情 那就是從以前大學的時候 參加他們的程度 到近年Proce 然後做了一個Goodnight的一個Product 然後最近在做所謂的 Expeacon這樣子一個團隊的一個介紹 OK 謝謝各位 注意看 你想要再說 那 popula什麼 好嗎 擔憩 不然